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的探索与实践 主要分成四个章节 第一点的话给大家会介绍一下 数据可视化现状与痛点 第二点的话会给大家会讲解一下 通过D代码去解决痛点并且啼笑 那第三点的话会给大家会讲解一下 D代码FlyFetch的能力 以及它的引擎设计 第四点的话会讲解一下 D代码结合一刹死 打造出更强大的可视化能力 好 那我们先抛出一个问题 就是说大家会看到可视化这三个字 首先会想到哪些呢 有的人可能会想到一些图表 有的人可能想到一些3D酷炫的一些效果 有的人可能看到一些关系图等等的 所有的一些只要能够看见 看得到的 能够把数据表达出来的都是可视化 对吧 那我看看可视化一般有哪些 那一般的话 其实就像我们一刹死经常看到的这些 指线图啊 柱状图啊 面积图啊 森脸图啊 雷达图啊 等等并装图啊 这些常见的这些图表 以及我们经常看到这些关系图 A连B连C啊 网络经典图或者是人员架构图等等的啊 还有我们的一些祭祀场景啊 像左下角这边啊 祭祀场景啊 能够看到一些楼域信息 一些那个地图的一些情况 包括啊 右下角的一些3D祭祀的一些情况 能够放一些我的模型啊 以及我的一些3D场景和库权的一些效果 对 那我们来想一下啊 就是我们往往去做这些可视化的时候 会做哪些的 那其实会做一些可视化的一些大屏啊 我们做一些天猫数据啊 或者是做一些京东的一些这个数据的时候啊 都会去经常看到这样的大屏啊 比如说当前已经销售了多少多少单啊 那这些大屏的话 我们都要用到哪些技术站去来实现呢 看着这些大屏的话 我们想一下我们前端所用到的这些技术站 就比如说左右两边的这些柱状图啊 表格呀 还有一些这个进度条呀 那这个的话我们用什么去呃呃 去实现呢 就比如说我们要用到一叉4 对吧 然后我们基本的前端三大块 Hcamera CSGN4啊 以及可能会用到一些C3动画啊 然后加上一些呃 见面色和呃背景图片等等 就能拼凑出来这样一个大屏 对吧 那我们除了这种大屏 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场景或者一些效果可以看呢 可以看一下 其实除了刚才这种效果 我又放了另外两个大屏 就比如说哎 中间这种啊 像一些转圈圈的这个效果 还有右边的那个效果啊 这个图图啊 这块的一个效果 那比如说我们第一个会用到哪些技术站呢 就比如说像我们会用到啊 像左边的这个块的话 我们可能会用到一叉4 啊 还差4 差4 第三啊 或者是我们自己去通过Cross去会啊 那中间这个的话 我们会用到哪些呢 像我们的一些3gs呀 啊 像我们的webgl啊 都可以去画它 包括我们可以用c3去画啊 包括去中间的这个楼宇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并模型去创建 嗯 同时像一些右上角这个关系图啊 我们可以通过 啊 A连B B连C C连D 这样的一个关系图 那么可以通过像第三区绘制 或者是NTVG6 或者VSGS啊 或者第三GraphZ啊 这种都进行一个绘制 同时呢 不止这些场景 像我们一些C字幕呀 啊 就像一些3D技术场景啊 那我们就会经常用到一些C字幕 然后Maboss啊 然后同时会用到一些C字幕的一些模型啊 一些技术的瓦片 我们删割实量 以及一些方案 等等 那我们除了用到这些常用的技术站 那我们跟我们的开发啊 怎么去串联起来呢 我往往还有一个前端的一个架构啊 这个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些架构了 那比如说底层的一些依赖层 我们会用到一些Wipec Bubble NPM GIST ESLint啊 等等的啊 StyleLint这些的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些啊 常用的一些工程的一些配置啊 等等还有很多包括框架层 我们react view啊 安格拉 那那包括像移动端的以及多端适配的 有NineApp Terror 对吧 react flutter 这些啊 我们就会都会用到 像组组件这一块的话 我们就用会用到像Chart Echart D3 VS GS 3 Mavos Sytm 然后包括像再往下层的话 像Colus SVG Dome WebGL WebSocket 以及WebRTC 啊 这块我们都会继续经常用到 那再往上的话 我们又会做一些2D的引擎的一些封装啊 3D引擎的封装 G4引擎的一些封装 包括我们渲染的一些处理 兼容处理 多端处理啊 请求处理 动效啊 一些处理 以及通信 这块 最终的 通过Build的方式输出给各个端去使用啊 包括整体的话 我们就要通过这种啊 整个Dios这种流程啊 包括CICDCT啊 这种方式去啊 发布我们的这个啊 那个这个应用啊 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接待啊 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啊 一个可耳化的一个落地点啊 那我们基于这种可耳化的这种大平安 我们都有哪些问题呢 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这些痛点 比如说对于需求的频繁变更啊 一些效果来回变化 而且一些场景就很复杂 比如说一些兼容性性能速度 实时性以及高可用持久化啊 健全多主题啊 国际化等等的这些场景和复杂 以及应对我们这些预法堂啊 一些框架啊 不同的这些变化啊 那我们这样的话啊 会再来哪些痛点呢 那比如说对于人员的一个大量的一个浪费 因为我们没有统一的基础平台 这导致让我们大量的工作就重复的性的一个开发啊 无法沉浸我们的业务促进人员的一个成长 造成一个人员的浪费 然后数据呢 无法复用 因为同样的项目不同的人员开发出来 数据格式都是不相同的 过于依赖于我们开发人员的一个习惯 数据复应性差 同时呢 效率低下 项目周周期长啊 人员成本大 然后开发过程中一些简单的一些技术工作 都需要重复性的去完成啊 那这一块的话 我们的开发效率就极其的降低了 然后那个质量这块也是无法得到保障的啊 项目质量不稳定 因为太过依赖于开发人员啊 不同人员的这个能力不同啊 这个所所做出来的一些应用的一个质量也是不同的啊 那这块质量没办法得到保障 同时人员也没办法得到成长啊 像一些简单的一些工作 那还需要人员投入 那优秀的人不愿意干 一般的人怎么让干的话也不放心啊 对于人员来看这块来说也是没有成长空间的 包括像过程中的一些需求的一些丢失啊 像一个综艺节目一样啊 由左边的这个同学传递给最右边的这个同学啊 然后呢 一步一步传递 那看过这个综艺的同学肯定都了解 那基本上到最后一个人的时候要么是需求偏差的就特别大了 就已经脱离了原本的本意或者是原本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一段内容啊 就变成了简简单单几个字或者是非常少的一个 机要了 那这样的话啊 其实在我们公司中也是经常去常见的这种场景 我们往往中间的这个链路啊 比这个这个中心上面的这个人更多 我们可能是经过很多层的一个人员的传递 很多层的部门的一个传递 那到最终的一个开发者的时候 这往往需求啊 就已经丢的啊 寥寥无几了 那做出来的东西其实很难去啊 匹配到我们最初的一个想要的一个东西 那我们如何通过地代码去解决我们这些可视化的一些痛点呢 首先我们万物皆组件啊 这些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组件都拆成一个一个细小模块啊 就比如说把我们的折线图 助长图 把我们的一些祭祀地图啊 然后都拆成我们的一个啊 细小的一个组件 同时呢 我们建设平台 大到开箱即用的一些效果 从原本的话 我们要自己啊 去装WIPAC 去装NPM 去装Node版本 去跑我们这些组件啊 把它软起来啊 跑起来 那现在的话 我们在平台上点击开发组件 直接在线编辑啊 支持多人的一个同步 多人的并行开发啊 更加便捷 开箱即用 环境无息再重新安装了 同时呢 复营性也是极强的 原本的话 我们同同步啊 比如说我做了一个组件 想要给到另一个同学去用 那这个的话 无非要么copy我的代码 要么去找我的仓库 找我的分支进行一个拉取 那现在的话 其实点一下我的复制能力 直接就可以复制出来啊 非常的便捷 无论是我的组件 还是我的应用 直接复制啊 对于不同的这种可视化大屏的场景 我们有针对性的一个优化 比如说相似的大屏 那我们原本的话 那那都需要人员从零到一去开发 那现在的话 其实通过这种复制一下 就可以通过图拉拽的这种方式 进行做做出来一个大屏啊 可以一键生成 然后相似大屏的话 那就是说从原本从零到一的一个开发啊 那现在的话其实比如说啊 我70%的组件都是满足的 只有个别组件啊 不不太啊 统一 那这样的话 其实我只需要调整那些不同意的那些组件即可 那针对相似的组件啊 就比如说这个同样的大屏呢 我们直接服用 相似的大屏呢 我们调整一下使用 那比如说这个大屏不太相同 但是呢 有组件类似 那这样的话 我们也可以基于组件再去改 那这样的话 我们也是一个提升 那么第三点来看一下 FiveFitch的这个能力啊 以及它引擎的一个设计思考 首先它提供这个很强的能力的话 就比如说资源很丰富 有大量的这些组件模板呀 应用模板 再一个是那个项目的管理能力啊 支持啊 根据项目维度进行一个啊 创建应用呀 创建组件呀 然后支持维护啊 同时轻量级一键式 它可以一键部署啊 然后那个支持一键导出啊 还支持导出源码等操作 很轻量级就可以脱离平台去部署 同时啊支持拓展 因为本身是原生GS做的 所以上层用任何框架 用任何技术站都是可以做到的啊 门槛降低了 质量提高了啊 再一个的话 就是提供大量的这些模板化 像这些组件呀 都把它抽象成一个模板 开箱即用 拖出来就能用 包括这些做好的这些模板大屏啊 也是直接复制一下 就能直接用的 开箱即用 啊 再一个就是简易化 无需那个我们期待码 然后看各种的一些API鱼发糖 都是通过这种可儿化的拖拉拽的方式 拖出来啊 通过配置简单的调整 就可以达到想要的这个效果 非常便捷 简易 那我看一下这块的一个D代码 引擎的一个架构啊 那底层的这块的话呢 它区分了2D引擎和3D引擎 当然这块的话都合在了一起啊 都是在引擎里面进行封装的 对于2D的话啊 做了很多的一些介绍性啊 血染性的一些处理 3D也是同样的一些道理啊 把这个性能的优化呀 包括模型这块的一些处理都做了优化 啊那所以在上层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到第4A XXXXX等等这些插件啊 3D这边的话也可以用3GS 啊 Systerm 然后或者是 那我们用到一些MapBoss 或者是一些WebGL等等的啊 这些都可以去用 那我们又抽象了很多这个模型化管理 项目之间进行隔离部屋啦啊 包括组件管理 实践管理 函数管理 数据机管理啊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价格图这里边我们单独拆出来一块 看一下组件这块是怎样的一个抽象工装啊 其实是分成四大块的 Config 那代表的是这个公有的这些配置 比如说组件的一些大小呀啊 它的一些位置呀啊 以及Option Option这块的话 就是这个组件的一些自定义的一些样式 就比如说不同的组件 它的配置 可视化的配置也是不同的 那这块的抽象就放到Option里面 那Code的话就是我们的自定义代码块了 那不同的组件有不同的代码逻辑 那DataSource这块的话 就是每个组件 它可以接收哪几种数据员 比如说HTP,Mock 或者是我的一些Socket等等的啊 可以从那通过这儿进行一个创建 我们可以看到 组件与组件之间有一个虚线的一个划线啊 那这个的话 其实代表的组件与组件之间是隔离的 这样的话 我们的一些CS乌览啊 以及全局面量乌览 就可以完全的隔离掉 所以无需担心啊 那我们看一下组件这块的一个抽象位置啊 左侧的话是一个交参对象啊 主要解释了一个组件的一些信息啊 就比如说它是什么类型的 它ID是什么 比如说它的config 它config存了什么 left top的啊 宽高层级名称啊 是否隐藏啊 然后包括class name名啊 在右侧的话也是出现了一些它这个类的一些风筝 比如说啊 刚才看到的这些宽高属性等等的 包括它一些配置的更新 比如setconfig啊 css啊 然后更改它的位置啊 它的名字啊 它的一些是否显示啊 更改它的CS类名啊 更改它的层级啊都是有对应的一些方法 包括setget这些操作都是有的啊 那么看一下代码这块的我们封装的啊 这块拿出了一个小代码的一个小实例 大家看一下 那这块的话 我们封装上的一个叫做component的一个类 那类里边的话去记录了一些它的一些 绑定的哪些事件啊 它的一些默认配置是怎样的 它的默认一些option选项是怎样的啊 包括啊 是否加在CS文件啊 包括它的concert里面啊 进行了一些那些执行的一些处理啊 包括它的mount挂载的时候做了那些操作啊 按mount啊 现在的时候做了那些处理 包括它的setconfig的这些方法啊 都进行了一个定义 同时组建的一个生命周期啊 从它的一些构造啊 然后挂载啊 卸载啊 渲染啊 包括一些更新啊 刷新啊 绘制的时候啊 重绘的时候 以及啊 获取标准化数据的时候 以及最近销毁的时候 对应的一些生命周期啊 都可以在这儿进行看到啊 包括那我们刚才看到了组件 对吧 那我们现在再看一下 除了组件 还有那些 那我们抽象了函数和数据集 函数的话 我们为什么会有函数 因为组件 它其实定义的是一块的代码逻辑 也就是说 我这块的 我一个组件 它到底能做哪些事情 其实在这个组件定义的时候啊 那已经被写的很固定化了 就比如说 我写了一个这个组件 这个组件是什么 是汽车 那其实我可以变 变换这个汽车的一些座椅啊 一些仪表盘啊 包括它这个车的一些颜色 那比如说齿色的高低 我只能做一些这样的挑战 但它是汽车就是汽车 不可能说变成其他的东西 这块已经被定义了 但函数呢 就是说 我们可以写任意的一个代码块 这样的话 就是针对不同的场景 我们可以写出不同的这个代码逻辑啊 那数据集是什么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每一块都有一个datasource 也就是每个组件都能去发出请求去接收啊 那为什么还要有一个数据集呢 这往往就是我们一个组件 一个接口的话 这个我们去开发接口起来就比较麻烦 所以说我们可以有一个数据集的一个东西啊 可以就是说 让我们多个组件 共用一个数据集 共用一个接口 或者共用一个色口的查询 那这样的话就比较便捷啊 这样通过这个架构图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啊 我们的这个两个组件 可以共用一个datasource数据集 那当然一个组件 你也可以用一个啊 我们我们这块的一个数据集定义 都有红 都有红桌 那我们刚才看到了组件看到了函数 看到了数据集 那我们再看一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调整中心 event event 那我们组件就会有一个浮览啊 那那比如说那我组件 我A组件变化了 我想通知B组件 那怎么办 就比如说我有一个输入框组件啊 我输入框 发生了称值之后 那我的v6值变化了 那我希望我的这个表格组件也随之更新变化 那这种怎么办呢 我原本是组件之间是隔离的 没办法通信 那怎么办呢 那就交给叫动通信 event啊 其实就是一个观察者模式 那每个组件就可以发出指料 那对应的组件就可以接收指料 那我们组件其实就像进步一样 是可以插拔的 每个组件都可以发出指令啊 同时又可以接收指令 那通过这个架图 我们也可以看到 啊 由A组件可以发出指令 那触发一个action 那B组件这个接听的这个指令啊 就可以啊 那个比如说A组件发出指令之后 会通知到B组件 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做一些行为了啊 这样就可以达到一些通信 同时我组件发生变化之后 也可以去触发我的自定义的一些代码块 同时也可以去触发更新我的数据机啊 那那个我的调动中心这块啊 进行了一个封装 包括我的绑定一个事件啊 包括我的那个绑定一次事件啊 包括解绑事件 包括我的一些出发事件啊 这块的话都进行了一个封装 那我们刚才看到了调动中心 那我们再往上抽象一下 看一下我们整体这块引擎啊 包括这个大屏这块啊 做了那些抽象工装啊 我们在大屏上有IP Port啊 试图缩放 然后像一些那个 呃 全局的一些变量 包括我的序列化 反序列化啊 以及大屏的一些配置 和大屏的一些自定一的一些呃配置啊 还有的大屏的一些代码块 同时呢 底层也进行做了一呃 原本我们工程要做的事情 比如说渲染处理啊 兼容处理啊 啊 通信处理动效处理性能处理 以及多端的适配处理啊 同时呢 我们这块也进行了一个editor工具的一些啊 封装啊 就比如说我的一些呃 层级啊 打组啊 然后那个撤回啊 前进啊 啊 然后包括像一些打组和截组这些操作啊 包括复制能力啊 这块的话 啊 editor都进行了一个封装 好 那我们看完了这个引擎的这个 这个架构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引擎这个块的代码啊 我们进行了一个封装了一个screen 那screen这块的话我们进行了什么 那我们看一下大屏的这个默认的option啊 他这个里面是什么啊 就比如说我的名称 啊 大屏的一个名称 它的宽高属性是否缩放 它的cs有哪些 它的背景是什么颜色啊 背景图片有没有啊 包括像它的一些c01的一些配置啊 都可以在这去看到啊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69行 那我们这有一个defaultconfig 这块呢 有我的event啊 我的时间和component我的组件啊 包括我的一些函数以及我的数据机啊 都在这儿去存着呢 包括大屏的一些构造函数 以及我的挂载的大屏啊 大屏挂载的时候 以及我初初画大屏的时候要做哪些操作啊 以及我set reset的时候啊 就我的大屏发生变化的时候 我要做哪些操作 这上面都进行了封装 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视角啊 其实只是应用层 那我们除了应用层 还有啊 下面四个层 那这四个层都会去做哪些事情呢 就比如说我们数据员的一个建立连接 我到底是MASCO呀 还是ORICO呀 还是那个PG呀 还是ES呀 等等的 我到底是什么数据员啊 我先进行一个连接 连接完成之后呢 进入到数据接入层啊 就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接入 进行一个清洗 加工转换啊 然后之后呢 落到我的数据存储 落到自己的库表之后呢 就可以进行一个数据分析啊 给到上层应用去使用 这样的话就整体串联起来了啊 好 那我们最后再看一下 我们D代码跟eXS 怎样去结合 能够打造出怎样的啊 可视化能力 我们可以eXS结合D代码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通过啊 那个可视化的一个 那个D代码平台啊 FlyFetch 它的SDK 也就是它的渲染引擎 再加上我们的eXS 做可视化图表的一个引擎 再加上我们GS 原生GS 由这三个就可以融合出来 做出很多组件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已经有2021个组件了啊 已经做了2000多个这种可视化组件了 这都是通过eXS做出来的 开箱即用的这些组件 那我们做了怎样的一个抽象配置呢 可以看到啊 这是我们右侧呢 是我们eXS的一些配置 像我们的一些标题呀 然后一些X轴 Y轴呀图例呀 然后包括像一些雷达图的一些配置呀 然后那一些那个趋势图的那些啊 那个那个组的一些条啊 包括我的一些地图的一些配置 提示框的一些配置啊 然后包括那个像一些啊 那个地图呀啊 包括像一些那个Series里面对于单个的一些线 或者是单独的点做一些特殊处理操作啊 包括我的一些动画 那变成可视化配置的话 我们也对应的进行了一些抽象封装 比如说每一个图表 它都会有标题啊 主标题副标题 它都会有图例 它都会有提示框啊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进行了一个第一层的共有封装 也就是每个组件都有的一些信息 这是第一层 那这是第一个类 那第二个类啊 就是比如说像我的一些啊 就是时间轴类的啊 那我比如说有时间有Y轴啊 有个X轴Y轴的 那这样的话我的啊 就可以封装一个这种时间类的这种轴啊 这种类 这个类呢去继承我原本 刚刚去抽象封装的那个工有类啊 然后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啊 再再基于基于这个原本的基础基础的类再接近一次封装 那这样的话我就有更多的一个配置 可以看到我们把这个右侧的原本通过代码啊 通过接算配置的这种方式变成了一个一个的这种可视化的这种配置啊 通过这种全局图表区主标题副标题图例提示框啊 然后以及指示器啊 X轴Y轴系列0E数据这种方式啊 这种的话我们就无需再去通过这种啊 配置的这种方式也不用去敲台码了 我们直接通过这种可视化的方式啊 图图拽拽啊 那个更改一些数值就可以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就很便捷很简单 同时呢原本的话我们一X4只能给我们开发人员去使用 那现在的话结合到低代码之后 那就可以变成人人都可以用了 我不需要了解JS 我不需要了解一X4的这个怎么去配置它的低代码 但是呢我可以用一X4的能力啊 也就是说通过低代码这种图拉拽的形式非常便捷非常简易啊 同时呢以一X4作为底层啊 我们基本上可以喝着咖啡几分钟便可以做出一个酷炫的可视化打评啊 面积啊 我们就可以通过拖拉拽的方式把这个图表进行一拖啊 拖完成之后各个的这个进行一个调调整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做出我们这个大屏了 好那我们一会看一下啊我们怎么去做出来一个大屏 我们选取一个组件啊填上我们的一个标题啊 后面有对应的一个UI图啊 对比的啊 调上一个第二个一个子标题啊 居中啊 调整位置拖转我的组件啊 填写信息 填写数据啊 填写数据啊 更改样式进行配置 保存啊 更改数据啊 更改数据名称 数据值啊 同时啊 拖出三点图 拖出三点图之后呢 然后去调整啊 配置数据 再拖指标题 清清信息 配置颜色 居中啊 拖转出来表格啊 配置数据 然后调整出时间啊 变换颜色 然后选出那个啊 地图 填写标题啊 拖转这个趋势图 放出来把效果啊 啊 然后再拖出标题啊 然后去填写信息 然后挑选自己想要的组件 拖转出来 调整数据 然后标题 然后标题 嗯 调整标题 嗯 调整我们的一个 嗯 进度条 啊 调整颜色大小 文字大小 啊 填写信息 数值啊 复制啊 啊 快速度拖出来好几个啊 把它编排起来 嗯 进行应该出去的一个调整 啊最终再选择一个雷达图 啊 啊 这么一张大屏我们就做完了啊 啊 那我们可以看到通过D代码这种方式啊 通过D代码这种方式啊 这一张大屏也就是几分钟啊 啊 做出一个较为复杂的话 我们可能也就是小时级别 环境不用看了 然后那个质量也能得到保障了 那我们这个门槛也降低了 都是可以进行拖拖拖拖拖拖使用了 那这样的话我们人人都可以去用 我们的EXS组建了 同时呢我们可以结合啊 像G2看板啊 GitLab以及Gatens 然后以及我们的D代码和我们的EXS 能够做出很多的这种看板和可视化的一些打拼 以及可视化的场景 那比如说跟G2我们进行一个组合 就能看到我们的一个任务和质量的一个看板 我们通过跟GitLab结合 就能看到我们的工程的一个看板 跟GitLab进行一个结合 就能看到我们Diales过程的一些看板 那如果跟其他的一些东西进行结合的话 我们还可以看到更多的这种可能 这个就是我拿EXS核击代码做出来的一个Diales的一个质量的一个看板 这块就是跟GitLab进行的一个配合 调用GitLab的一个API 然后去查询的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看到各个产品的一个质量情况 以及各个产品的8个Reopen情况 以及各个产品的一些综合指标情况 像安全漏洞坏味道 这些情况到底是怎样的 以及各个产品的8个Reopen分布 可以看到 以整体的一个健康度状态 同时还可以去跟GitLab做结合 然后打造出我们的工程看板 可以看到我们的工程代码的一个分布 分布情况 同时可以看到我们这近28天的一个提交趋势以及漏洞趋势 都是可以看到的 那我们通过D代码以及我们的e-chars 就能做出更多枯限的能力 还有更多的这种好玩的这种科学化能力 所以期待大家会一起探索 一起创造 我的分享完了 好 感谢大家